上禮拜第一批 BNT 疫苗終於抵達台灣 說到 BNT 疫苗真的是一波好幾折 從去年東洋取得代理 也變成政府將從 Convax 取得 再變成政府與原廠簽約 最後等到郭台銘、台積電此季採購捐贈 才終於實現 本集新聞知識戰就整理去年到現在 BNT 疫苗進來的種種波折 我們就來看看 BNT 進來到底有多艱難 老樣子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接收最新的新聞小知識喔! 我們就從去年東洋宣布取得 BNT 有條件授權開始講起吧 去年10月12號 台灣東洋宣布消息 表示已經取得 BNT 疫苗台灣的代理權 渴望在政府的同意下引進 但到11月3號 東洋代理宣布破局 東洋表示由於沒有在期限內達成授權條件 所以代理破局 隔天 指揮中心說東洋破局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得到原廠的直接授權 隨後東洋還被質疑是放消息炒股 儘管會表示會徹查 11月10號 指揮中心釋出消息說台灣有希望透過 COVAX 買到 BNT 疫苗 而且今年第一劑就有機會獲得 隔天陳時中也說會盡快取得 而且冷鏈技術已經在籌備當中 11月12號 東洋董事長林全親自召開記者會 表示破局的原因是一開始談妥3000萬劑 但指揮中心願意採購的數量太低 無法達成授權的標準 因此才破局 而指揮中心則回應稱 不可能直接押保單家公司 跟同一家購買3000萬5000萬劑 所以只打算買200萬劑 不過這裡要插畫一下喔 行政院今年7月宣布要 含莫德納一口氣簽約3600萬劑疫苗喔 到了12月15號 有媒體報導 我們已經買到輝瑞 也就是BNT疫苗 陳時中接受採訪時也證實我們已經取得 而且說有很多管道同步進行當中 一兩個禮拜就會有確定消息 接著12月17號 指揮中心專家小組委員也說我們從COVAX取得的機會相當高 去年這些種種讓人感到希望的消息 到最後當然是不了了之了 到了今年1月 有人爆料東洋破局和民進黨的某位無姓立委介入有關 指揮中心則立刻駁斥消息 2月9號 東洋破局有黑箱的話題延燒 陳時中自己爆出在東洋之前 還有一家叫做雅各城的廠商 也是因為沒有授權書而破局 2月17 陳時中上廣播節目說 之前有談妥500萬劑的BNT 但是因為外力介入而生變 陳時中講完的隔天 BNT原廠透過媒體發聲明 表示會按照計畫提供疫苗給台灣 2月19號 指揮中心說已經發函到BNT 但還沒有說到回應 陳時中還向BNT喊話 說他們直接以台灣為交易對象 比較不會徒增困擾 2月24號 中共當局聲稱 陳時中說有外力介入是自導自演 陳時中則回應說從未踢機 哪個國家干擾 接著3月3號 指揮中心收到BNT的回覆 但有其他的考量 所以沒有簽約 3月24號 有立委質疑指揮中心去年採購的價格 是一劑41美元 但透過代理商上海復興 則只要31到32美元 價差會達到數十億台幣 陳時中則反駁說 這雙眼睛沒有看過31、32美元這種價格 沒有看過31塊32塊的BNT疫苗 有廠家要拿這個價格賣我們的事情 如果你問我 我起碼我自己 我這雙眼睛還沒看過這個東西 3月29號 BNT簽約仍然沒有進度 陳時中說完成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4月1號 代理商上海復興表示願賣BNT給台灣 但指揮中心回應說 依法不能進口大陸之疫苗 並強調一直都是和德國原廠直接洽談 4月7號 陳時中說再等兩天 如果沒有回覆就要棄單 並表示莫德納已經足夠供應 4月25號又傳出可能從COVAX取得BNT的消息 因為機關署已經招標符合BNT需求的冷鏈倉儲 5月3號 陳時中說BNT簽約已經幾乎沒辦法繼續延續 5月22號 上海復興再次表示願意提供德國BNT疫苗給台灣 5月23號 傳出鴻海已經有在詢問自行購買疫苗的事情 但指揮中心面對媒體提問時 只說政府去年就已經和各藥廠簽約 疫苗也會陸續抵達 5月26 總統蔡英文在臉書發文說 疫苗必須由中央統籌 而且一定要和延廠洽購 同一天 陳時中則回應上海復興願意提供疫苗的消息 他說 他們沒有在打的 我們有一點興趣 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 隔天 陳時中說BNT破局的原因 是以新聞稿中寫下了我國 被對方要求改掉 而改成台灣之後就沒有下文 同時是否向上海復興購買的話題還在延續中 指揮中心解釋 傅必泰就是BNT的中文名 都是德國進口的 但在指揮中心剛說完BNT等於傅必泰之後 行政院又挑出來說 向大陸購買很容易被統戰 政治分化 5月28號 指揮中心公布民間採購疫苗規定 但隔天又說疫苗採購 必須由中央簽約採購 以及統籌分配 而郭台銘則在臉書發文表示 一定會申請 5月30號 有網友發現指揮中心默默的把BNT的 緊急授權撤下來 陳時中解釋說 因為5月3號的時候就得知 COVAX不會分配BNT 5月3號就知道 但是郭台銘表態後的 5月30號才撤掉喔 6月1號郭台銘正式送件 申請購買疫苗 同天指揮中心專家小組委員 李秉穎 向廣播節目抹黑郭台銘 買到的BNT是快要過期的 被永齡基金會反擊後 才改口宣稱是口誤 隔天陳時中在記者會中 還是說缺了原廠授權書 6月3號 陳時中表示 我敢說現在幾乎買不到 可是事實上現在是買不到 現在事實上是買不到 我幾乎敢這樣子講 那當然有些我也 但是我也不敢完全否認 就是說有人會買得到 接著到了6月5號 陳時中才說 考慮先核准緊急授權 但6月8號 行政院長蘇貞昌又潑冷水 說郭台銘買不到疫苗 郭台銘要也必須要有疫苗 他手上沒有疫苗啊 他要買到疫苗啊 你讓他進來 他是保證可以買到500萬劑不是嗎 他買不到嗎 對啊 隨後蘇貞昌還說要看三個條件 第一個要看原廠有沒有貨 第二 原廠要不要賣 第三 願不願賣給郭台銘 6月12號 陳時中說已經考慮有條件專案進口 6月18 距離郭台銘送件已經半個多月 一大早郭台銘就發文批評民進黨派系間有不同的意見 並且有各種看不見的力量製造技術性拖延 並表示願意當面和蔡英文交換意見 接著行政院便火速召開記者會 授權同意台積電和紅海 永齡採購BNT疫苗 下午蔡英文也與郭台銘 台積電董事長 劉德英會面並與疫苗採購達成共事 6月20 陳時中再次強調規則 要求要 原廠製造 原廠包裝 直送台灣 6月22 陸陸續續有民間單位想申請採購疫苗 陳時中說有太多反而會引起困擾和干擾 有很多的話大概相對也沒有那麼的完備 所以這裡面如果太多的管道 其實還是會妨礙到 我們原來這個採購專案的一個進行 確實太多的話也會引發一些困擾 反而本來會成的 反而就有一些干擾這樣也不好 6月23 慈濟基金會送件申請購買500萬劑的BNT疫苗 6月26 行政院終於完成簽署必要的法律文件 給郭泰銘和台積電 7月10號 慈濟也終於取得必要的法律文件 7月12 紅海和台積電共同發布訊息 表示已經完成簽約 行政院則重申三個原則 原廠製造 原廠標籤 直送台灣 與前一個月 陳時中所講的差異在於第二點 原廠包裝 隨後蔡英文和行政院各自都強調要有原廠標籤 並且說感謝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 而這樣的做法也被批評是在 7月15 有立委爆料 新政院在簽約前提出許多要求 像是平身包裝不能有復必泰 合約不能出現台灣地區等等 7月21 慈濟也完成簽約 8月3號 陳時中簽署BNT的緊急授權 8月4號 郭台銘在臉書發文透露他直接到歐洲去催貨 8月25 傳出BNT即將抵台的消息 指揮中心發文強調 提早是官民合作的結果 8月27 再次談到東洋破局 陳時中堅稱並不後悔 8月28 BNT疫苗開放醫院登記 8月29 郭台銘表示已經取得承諾 今年底前會有800萬至900萬劑疫苗交貨 並提出要求BNT明年為台灣保留3000萬劑的想法 但隔天陳時中則又說 疫苗已經足夠 並稱打第三劑應該夠 8月31 因為政府官員的發言一直被批評是大型收割機 收割郭台銘、台積電和慈濟的功勞 所以駐德國代表謝志偉就發文宣稱 400公尺大堆接力 政府是前三棒 郭台銘則是第四棒 認為政府從去年一直鋪路 郭台銘最後才坦承 這個說法一出來 馬上就引起更大的批評 9月2號 第一批93萬劑的BNT疫苗終於抵台 蔡英文則發文感謝鴻海、詠麟、台積電和慈濟 並強調公私協力 以上就是BNT疫苗進來台灣的各種波折 最後必須感謝 紅海永齡、台積電和慈濟 為社會大眾的付出 也很高興在民間企業和組織的奔波下 BNT疫苗終於順利的到台灣 也讓台灣的疫苗能夠再多一個選項 以上引用的文章連結都放在留言區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點開來看看喔 再整理一次重點 BNT疫苗從東洋、COVAX、政府直接簽約 都破局或是不了了之 期間不斷傳出好消息 但卻沒有結果 直到現在郭台銘、台積電和慈濟的共同努力下 BNT疫苗才真正到達台灣 民間採購BNT的過程 政府的態度被認為是在刻意拖延、阻礙 但事成後卻又不斷強調是民間和政府的合作結果 引起許多輿論批評政府是大型收割機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 看完整個時間軸 你認為政府現在扮演的是協助著角色 還是大型收割機呢? 請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或是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